就在二日晚間 美國中院議長裴洛西 踏上臺灣土地的幾乎同一時間 中國解放軍馬上就有動作 宣布從八月四日中午十二點 到八月七號中午十二點 連續三天 會在臺灣東西南北周邊 共六個海域 進行海域跟空運軍事演訓行動 形同對台封鎖三天 時間點炫在裴洛西後腳 離開臺灣之後出手 從立委不分藍綠同聲譴責 這次中國大陸的軍演 針對臺灣的意圖實在太過明顯 我想臺灣民眾沒有辦法能接受 更重要的是美中兩大強權 不要把臺灣試圖變成 代理人的戰爭或是戰場 也因此我們還是呼籲 各界都應該正向的看待 也希望各界不要有過激的反應 這顯示說 中國這樣的國家只有報復 而沒有報復 他只會報復臺灣 報復美國 但他對於世界的責任 一點報復都沒有 那中國知道說他們的理智 理不辭氣不壯 所以他們只能要一點點面子 但是這樣的國家最丟臉 還停留在一百年前 魯遜的RQ精神的時代 而讓人家非常遺憾 佩洛西來臺中國極跳腳 對臺打壓動作不斷 對此國防部強調 中共相關武嚇舉動以微折 民眾心理為目標 但已經有縮密的債備計畫 佩洛西來訪讓臺美中關係陷入緊張 佩洛西 你覺得中國在台海步步進逼 裴洛西沒有多做回應 不過雖然中國沒有明說 但外界都看得出來 中國報復用意 不言而喻 華視新聞亮與陳英偉台報道